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净歌金曲外应该只有半夜3.3的《无间音乐》 《无间音乐》前身是2004年的翡翠音乐干线 有传无心惨扭 最初只是夜晚用来摄时间 结果有不错的收视 原来很多年轻人玩完夜晚回家 情绪高涨又未想睡 就开电视听歌看MV 天无绝人之佬 原来任何时候都机会处处 自从姐妹图结束之后 流行都市除了加长节目时间之外 也接收了部分姐妹图的人手 节目时间长了 加上疫情影响拍摄 流行都市也开始不够内容 即是今天五库桥刚刚教完做运动 广告之后 紧接是Jumbo 教另一节做运动 内容重复又单调 既然TVB大力吹谷声梦 即代表TVB也有意重新起步 始终音乐有收视保证 任何活动都需要歌声的铲场 但今天的TVB比以前思想上更保守 音乐节目比以前少之余 歌声亮相都只限于音乐节目 过去下午的妇女节目时段 都有歌声亮相唱歌 记忆之中 我看过梅艳芳唱妖女 近年TVB也刻意把下午妇女节目时段 变成提供多方面资讯的众艺节目 加上疫情 下午有更多观众在家里 歌声打歌是不是很适合呢? 谭永伦当年一有空 就会在港台的餐厅坐足整天等机会 看DJ录下宣传声带 做一下访问 我想现在的歌声 不会被当年的歌声看了吧? 歌声的舞台其实无限大 现在一方面大力发掘新人 但另一方面又局限了他们亮相的场地和机会 既然流行都市做完运动又做运动 不如请歌声上来唱歌 一起煮饭也可以 当然也有些人觉得歌声应该高高在上 唱歌就唱歌 煮饭不要玩我啦 好了,勁歌金曲成为唯一的胆 但这个胆又处于不三不四的阶段 现在是翡翠台播放短版 J2就是竹本 令到我更加不想看了 即是以前比翠台播放短版 反而还会有些动力开来看一看 当作听歌也好嘛 虽然说 TVB要年轻化 把竹本敬歌就安排在J2播放 但不要忘记 听歌的人不止年轻人 老中青都听歌的嘛 Music Station 任何年龄的歌手都有的 抽走几乎唯一的音乐节目勁歌金曲 无间音乐 然后半夜三点三才播 即是叫那些年轻以外的观众不要听歌啦 不是所有老人家都像我这样 四点都没睡的嘛 平台少啦 歌声呢 狠想TVB的歌声又有多少呢 《声梦》以外 又是 Wingy JW Wingy JW Wingy Genie 即是以前周炮豪还在香港 间中都比周炮豪啊 那你不肯来啦 唯有我自己选一批啦 问题又来了啦 那不就是以前的《声梦娱乐的旧佬》 想死多次呀 还有新歌呢 现在最缺乏就是功能性的歌 即是请你来这个流行都市唱歌 手手唱到都是放弃攻心的 我情愿你不要来了 什么是功能性的歌呀 近20年呢 即每次大秀想炒热全场 都是失忆周末啦 隆重登场啦 失忆周末啦 隆重登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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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个角度呀 又不可以怪歌手呀 以前使得好呢 唱片公司会为歌手安排排舞老师 有伴舞啦 现在就算歌手想做手快歌呀 不懂跳又不懂排 难道是动督笑吗 更何况呢 需要在节目中带动气氛的 是电视台嘛 不是我嘛 电视台自己想起来啦 现在电视台是你啦 唱片公司又是你啦 连舞台都是你啦 TVB真是责无旁贷的哦 我猜TVB下一个大show呢 都不想又是失忆周末啦 隆重登场啦 失忆周末啦 隆重登场啦 失忆周末啦 亡静辛巴无霸 总结很简单而已 增加不同类型的音乐节目 发掘更多的新人 提供更多的表演机会 不要局限唱歌就只可以在音乐节目那里啦 多做一些有功能性的歌啦 设计走星梦娱乐的旧路啦 记住记住 听歌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电视台要年轻化啦 但也不要忽视其他年龄层的观众需要啦 例如我这些啦 之前说呢 手头上还有两单税料 似乎两单税料呢 都已经out了啦 算数啦 为何只讲GWB 只是分享一些喜欢的 不要贪心啦 不要大包围啦 就是不要打算讨好全世界啦 免得不同的观众呢 看了会不高兴的 不高兴的 又是我 为什么两日后关留言功能 因为节目越来越多 万一看流眼有人搞事 那就眼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